Hello,大家好,我是高瑜老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Samba的盒子移动步 Samba的盒子移动步和恰恰的盒子移动步步法是一样的 都是前旁后,后旁前六步自称 区别在于Samba舞里面加入了Bounce的元素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练习 第一种我们去强调Bounce 所以我们用的动作更多的是 搭钉交叉,弯塔 第二种,有了Bounce之后 我们可以加大我们的移动量 所以在这个动作当中 我们可以用Samba的走步的方式 首先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做到主力腿踩地板 转动出腿,打开胯 第二步,我们要用我们的主力腿 继续对地板施加压力 然后做骨盆轻摆 以及转动收腿 好,到后退的时候 我们要换Round Day的时候 注意我们的后腿要去做推地板 摆动骨盆轻摆动骨盆轻动 出腿